主持人 詞云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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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小時就是登聖母鳳的那位是我的老師 他第一次帶我去登南湖大山 我本來還有高山震 可是終於克服了 我們登頂成功以後 那天晚上休息的時候 我的老師就從那個 那腰間裡面的水瓶拿著 哇 竟然是酒耶 他說我們大家來慶祝一人 我們一人喝一杯好了 沒想到我一喝就休克了 那我記得好像我跟著一道光一直往前 我感覺我的身體一直在膨脹 一直膨脹 一直飛 一直飛 速度很高 可是突然間越覺得 在黑暗的世界人覺得越來越寂寞 那好像前面有一個 我自己在迎接我自己 我突然間就覺得我很想 很可望看到我的千人 我一回過頭 沒想到我真的回過頭就醒來了 我就聽到我的老師在幫我做人工呼吸 因為這樣就沒有 那個地方去了 所以真的就回來了 所以我覺得我的生命是減來的 那所以我也有一種焦慮 要急著把自己的很多計畫做完了 我也在兩千人的時候做過一個夢 我跟一個人在決鬥 我們兩個人各拿一把劍 那中間一個稻草人 我們互相承諾說開始砍稻草 砍輸的人要把頭給對方 可是我砍了兩刀就覺得我完蛋了 我就把刀放下來 我就跟對方那個人祈求 那個人的臉孔就越來越強 越來越清楚 我終於懂了 他就是死神 我跟他講說 我還有很多計畫還沒做完 你可不可以等我把這計畫做完 我一定把頭拿來給你 他很酷 都不講話 都不回應 可是隔壁多久他終於點頭了 我就很僥倖的醒來 我終於活過來了 我覺得我們能成長在兩個不知道的 記憶的空間裡面 一 我們沒辦法來告訴對方說 我如何離開母親的產道 第二個 我們離開 我們沒辦法回過來跟你周圍的人講說 我如何離開這裡 這兩個通道 我們都不知道 都沒有記憶 可是我們就活在這樣的生命 所以在這個生命 這段旅程的存在感 對我們人生來講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是希望透過平行宇宙 這個系列 來讓我們自己了解 生跟死 那能夠透過這個 能夠透過了解生跟死 來超越死亡 能夠在意識形態裡面 能夠超越死亡 我想人生會不一樣 整個地球的生命也會不一樣 所以我想藉著 三個不同的型態 不同的媒材來表達 所對平行宇宙的了解 就是說了解到什麼呢 比如說我們兩個現在坐在這裡 那我們應該也會同時承認 我們有另外的 我們自己的生命 以不同的型態 存在不同的宇宙裡面 不同的空間裡面 像我們進到一個桃花園世界一樣 那一開始跟著獵人到山谷裡面 那我的意思其實說 你其實超越穿越時空 會講平行宇宙 宇宙的意思就是 其實本來應該叫多重宇宙 那平行宇宙是動詞 就是穿越 我們能夠不斷地穿越各個宇宙 然後這樣而來到這裡 所以我希望每一個觀看的人 也可以像穿越一個宇宙 每一個一個那樣的 所以我用每個空間 每個空間 讓你去親身去體驗 好像你在穿越不同的宇宙 不同的空間 一直穿越 那最後前面前面有一線天 好像從山谷裡面出來一樣 又是另外一番一番境界 我對展覽空間的設計是會根據 每個展場的空間的不一樣 改變 它可受性很強 這比較重要 所以讓我們每個空間 要變成活體 它隨時可以組合 這裡也是 因為這個館真的很漂亮 你看這個落地穿 一般美術館都是比較封閉型的 可是這個美術館 它你看整個是 滿起半開放的那樣 井陵跟馬路 上面還有捷運經過 你不覺得真的是很當態嗎 在這裡面我想跟它對應 就是說空間裡面的空間 我所相信的評寫說是這樣交疊的 就像這樣 有幾個緯度那樣 所以其實就像做夢一樣 我們只要一轉念 我們就要到另外一個時空裡面 根本不可能透過這些交通工具 什麼透過幾個光年 那是不可能的 其實我們要穿越這時空 其實它就可以交織 所以你就一轉念就過去 一轉念就回來了 所以在這作品裡面 其實很多意圖這樣的表現 像一個媽媽 帶著一個小孩 它就想要轉到另一個空間裡面 一轉過去以後 接下來那個展的主題就是降生 哇 很多英國從天空掉下來 火是就是神 就是包括像祭壇上的火 或者天上的火 它來就是來燃燒 其實也就是一種重生的意思 對生命真的要有很大的捷悟 我們才可以 就是我剛剛講 我們要超越 如果超越死亡 相信我們的生命 我們不是只有存在這個世界裡面那樣 假如那樣的 我們就會有無限的勇氣 我覺得 智慧也是從這裡開始成長出來的